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死在清明节这一天 所以说这也算是他的一个季日 那么在近两年 为什么我就特别想认识一下杨老师 近两年一直有一个消息 很引人注意 说蒋介石本人是一个50多年写日记 没有一天中断的人 那么他这么多的日记在什么地方 前两年的新闻传出来 说是蒋家把他放在美国的胡佛研究所的档案馆 然后你只能看 当然也不能拿出来 甚至都看不到原件 那就是杨天石老师 好家伙一次又一次的去美国 而且是只能手抄 在那抄 刚才我问您说 您就抄了总量的大概是三分之一 这个这让我们觉得非常好奇 这蒋介石的这个日记 您从这个微缩影像上看 是个什么样子 是个什么本子 给你一个什么印象呢 蒋的日记呢 是用的当年民国时期的日记本 是一种规范化的日记本 也可能是当时特制的 为他特制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 或者说为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官员 将领特制的这种日记 每年一本 讲的日记呢 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就是他有毛笔鞋 有毛笔鞋 全部 小楷书是吗 这个应该说行书 行书 这个比起楷书啊 他要随便一点 比起草书来说呢 他又容易看一点 在他的这个日记里啊 我们能不能发现一些什么秘密 比方说在抗日的时候 就是蒋介石啊 他对这个日本最初这个打过来 他的这个态度 您说是矛盾的 这个他经历了什么变化 从日记里能看出来吗 可以看 完全可以看得出来 在有的时候 蒋介石是坚决主张 要拒绝谈判 绝不跟日本人讲和 例如这个1937年12月 南京沦陷 应该说啊 首都沦陷 这个是个严重的事件 当然了 也就是说 这是一个历史的重要关头 南京沦陷以后 国民党里边的许多高级官僚 都主张要赶快 跟日本人谈判 例如汪精卫 例如孔祥熙 例如居正 这个余佑任 他们都主张 要赶快跟日本人谈 而且居正表示 如果蒋先生有顾虑的话 到了签字的时候 我来代替蒋先生签字 我来承担这个汉奸的 承担这个就是要投降签字的 您刚才说这已经到了哪年了 就是1937年 1937年 南京沦陷 南京沦陷 这个当这个国民党的许多高级官僚 都主张要赶快跟日本人谈判的时候 讲一下态度很明确 不能谈 他就把这些人啊 就是说这个什么居正啊 这个余佑任啊 找来 说革命要讲气劫 就是要坚持气劫 不能跟日本人谈判 他说如果跟日本人谈判的话 结果是什么呢 外战可止 就是对外的战争 中日战争 可止 也许可以停下来 停下来 但是内战必起 就是说内部一定要打起来 说那样的话呀 国家就必然四分无力 那我觉得他这里边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对自己权力的一个考量吧 在里边就是说他如果一和里边就要把他搞下去了 你凭什么你是一个战败者呀 如果他单纯的为自己的权力考虑的话 那么他完全可以走走汪精卫的道路啊 走汪精卫的道路那不就乘买过贼 就按汉奸的帽子戴定了 所以他还是就是说他首先一个前提还是不能不能谈呢 不能谈判呢 这个如果我说他仅仅是从自己的权力 他完全可以走汪精卫的路 对他可能是一个复杂的 所以当时讲的决定是不能谈判 怎么办 迁都我搬到重庆去 那搬到重庆去意味着不是逃啊 那是长期抗战 做了长期抗战准备 讲就是什么时候他曾经有过想和的打算 对啊对啊 哎这个我想你们肯定很关心对对 在你们无论都想不到 台庄大大截以后 哦 那他倒是日记里出现了 说这个时候 可以到了弹河的时机了 哦他觉得有点筹码了 就是打赢了一仗 中国中国人打胜了嘛 嗯啊 那结果为什么后来是是没有谈吗 谈了谈了谈了 那这个这个从1938年呢 是蒋介石和日本人接触比较多的时刻 但是每一次都是日本人主动的提出来要跟蒋谈判 而最后的结果都是蒋下令不谈 自制谈判 哦 这个自制谈判当然原因很多 一个呢 讲觉得日本人呢 不讲信用 嗯 这个而且日本军人呢 日本是军阀横行 日本政府根本控制不了军人 嗯 你即使谈成了 那么他的军阀 完全可以随时推翻 这个蒋从 思想深处 他对日本的军阀 他没有任何信任感 你谈好了 谈妥了 他随时可以推翻 这是这是一 另外嘛 当然讲 觉得呢 就是说这个 他已经看到了欧战 就是说希特勒会在欧洲发动战争 嗯 这个欧战的爆发一定会激起新的世界大战 嗯 那么中国会在世界大战这个过程里面 找到机会 嗯 找到 这个 盟友 找到这个和中国一起这个击溃 周星国的盟友 哎呦 当时这个蒋介石内心这也跟是白爪挠心的 过去人们有种误解 以为啊 这个 日本是强国 嗯 军师大国 那么中国呢 是弱国 军师上 我们是落后的国家 所以我们总以为啊 这个 日本和蒋介石真的谈判一定是蒋介石主动 嗯 哦 其实历史的真相是啊 几乎所有的谈判都是日本人主动 嗯 日本人急于这个求和 日本人急于跟蒋介石谈判求和 嗯 而蒋介石 最后都是拒绝的 嗯 这该怎么理解呢 对 其实很好理解 这个 日本在那个时候啊 他已经深深的陷在这个中国这个泥潭里了 嗯 就是他日本虽然是一个强国 但是他是一个小国 嗯 他的资源他的人力都很有限 日本本来是想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 嗯 但是仅仅松户抗战 几十平方公里这么一个小地方就打了三个多月 对啊 所以等到这个日军这个近占领了武汉 那么他的兵力 他的这个经济力量都支持不住了 啊 而且其实历史上资料 我们看好多国民党的军队很英勇的从军官到士兵是吧 有些战役打的 所以当时这个日本军阀的企图啊 是迅速的从中国这个泥潭里边 把脚抽抽出来 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过去我们这个这个妖魔话讲这时嘛 形成的那么一种印象啊 您看这个日记啊 就说对这个人怎么 他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很有承担 有正义感 有责任感的人呢 还是说是一个权欲熏心 凡事要维护我的统治为先 你觉得这两种动机在他心里是怎么 我觉得通过对他几十年的日记的考察 我觉得蒋是一个爱国者 嗯 啊 呃 我多年以来我都对蒋有一个定位 我都把蒋定成一个民族主义者 就是他还是啊 呃 第一 他还是热爱中华民族 嗯 第二 还是在尽可能的在那里维护 呃 中国的领土主权的完整 这个我就联想到好像在七十年代的时候 就已经是蒋介石晚年说有过一件事情是怎么 是越南和我们在南沙群岛好像有一个事 大际冲突啊 中国大陆要打他们 对说都担心要经过那个台湾的海域 会不会因为国共的这个问题 他会挡 后来说是蒋介石亲口发令放行 而且好像还给支持还是 我们就很顺利就打过去了 你刚才讲的这个事情啊 我也看到有关的文章了 嗯 呃 呃这些文章写的活灵活现 嗯 而且不仅是蒋介石表示要允许大陆的舰队啊 通过台湾海峡 而且还要求打开探照灯 那是是有对吧 对吧 您的意思是个文学版本是吗 那么我想根据我对于蒋介石的研究 这一种说法是假的 那是如何呢 是虚构 没有这件事情 是对 他一定没好想象 这个是我们现在 在有时候有些作品文学和历史的界限 并不清楚是吧 用想象用虚构来写人物 这个是很可怕的 嗯 那么我倒是愿意介绍一个千真万确的事情 好 可以说明啊 蒋介石 他在有的时候 他是能够跳出这个国共对立的这个界限 能够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 做出当局决定要派一个代表团 到北京来谈判 希望双方和平 那么当然中央政府 也愿意 接待这个代表团 和平解放西藏 对 这不是好事情吗 但是呢 这个代表团已经组成了 其中的代表团的首席代表 就是阿佩 阿汪静美 哦 这个达赖呢 把他的姐夫 安排这个代表团里面做翻译 因此这个代表团呢 是代表了达赖 也是代表了西藏当局的 那么这个代表团到北京来和当时的中央政府谈判 受到了谁的反对呢 受到了英国和印度政府的反对 受到了尼赫鲁的反对 英国政府 印度政府都千方百计的 想阻挡这个代表团到北京来 也就是说当时中央政府 中国的中央政府和英国政府和印度政府 特别是和印度政府 形成了尖锐的冲突 但是这个代表团 还是克服了种种困难 不管英国政府 印度人的反对 到北京来谈判 蒋介石在1951年的 三月写过一段日记 这个日记怎么讲的呢 说啊 这个西藏代表团 就指着这个阿佩阿文敬美 西藏代表团依然负贫 北贫 依然啊 依然 依然 就是这个 坚决的意思 依然负贫 跟这个北京谈判嘛 这个是 应应政府的失败 而且说 这个离合鲁支流 是他们的失败 这个我看到这段日记啊 我觉得这个是 在这个问题上面 尽管蒋介石当时 已经被中共赶到了台湾 而且蒋介石在那里 还要反攻大陆 但是在维护西藏时 中国领土一部分 这个问题上面 他的立场是很清楚 对这很有意思 他是认为是 他别人跟他高兴啊 对啊 而且好像他和民国政府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 北洋军阀也很坏啊 也很卖国 但是在这个西藏问题上 比如说谈判那时候 也是中印和 那个英国和印度和民国政府 谈判在那个界线上 东北处设计西藏的 这个麦克马红线的时候 也是就是说民国政府拒绝签字 所以这个这个边境问题 到现在都有一个茬 你知道都留下一个 就是等于北平政府也不愿意 所以我心里都有一个中国呀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呀 不过这就说到这个国共之间的历史恩怨 这个蒋介石啊 他我觉得我很好奇 他在日记里对毛泽东 是不是这一辈子的这个老是老仇人 还是老冤家 他是怎么个恨之入骨吧 这个应该说讲的日记里 谈到毛泽东的地方 没有好话 一句好话 都是啊 这个批判这个毛泽东的 比如说能举例子吗 怎么说呢 这么说吧 凡是讲到这个中共的地方 他常常使用共匪 用匪字 有时候 他用共党 用共党就是比较客气的 很多场合底下 他是用共匪 当然他是毛泽东 也是匪 那么这个 讲对毛的这个评价里边呢 我觉得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个地方 就是这个重庆谈判 他有什么评价 他有什么评价 1945年 重庆谈判 那么毛泽东呢 从延安到重庆来 这个两党进行谈判 最后呢 签了一个双十协定 对 那么毛泽东呢 向讲解的表示 他要回延安 那么在毛泽东回延安的当天 将有一段日记 对毛做了一个评价 怎么说的 评价大概的内容有 前面是八个字 阴阳怪气 绵里长针 阴阳怪气 绵里长针 这个是讲对毛的一个 八字评语 一个思想性格的一个评价 也就是讲这个 默不清楚毛 他真实的想法是什么 所以他叫阴阳怪气 另外就是 就是毛这个人啊 是这个 表面上看得很谦和 但是绵里长针 下面有一种关键性的话 无就是我呀 廖琪就是廖想这个判断呢 就廖是廖想 廖琪不能成事 他是不会做成功事情的 终最后 难逃 他逃不出 愚之 愚是我 愚之一物也 物是物所的物 愚之一物也 他说这个毛 尽管这个毛这个不好对付 阴阳怪气啊 绵里长针啊 不好对付啊 但是说他不能成事 他最后 他是不会逃得出 我的拳头这么一物的 这一页日记他没有没给撕了哈 这看了以后多寒暄啊 这个 那么这个我想啊是 因为这个是 重庆他们讲到见面以后嘛 这个写这么一段日记 那么我曾经有一篇文章讲到 我说啊 这个蒋一生呢 有许多错误的判断 对关键 我说这个臭最大的误判 诶 应该是至于是 误判敌手啊 这就是 他说他不能成事 这恰巧是毛成的事 对 所以以后毛说起来 而且也不是说难逃 我最后是 相识一个 这样子 对 好 hurts 对 刚才是 bene 感谢观看